外界对于县内发放369重阳敬老金仍有些误解 9日县长王惠美特别说明 绝不像外界说的全部都没有发放 而是实施排复方案调整政策 针对满65岁长者每人仍发放1000元 100岁人瑞每人1万元 落势的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长者 还是维持满65岁每人3000元 满80岁6000元 满90岁9000元 我们369并不是像外界说的全部都没有发放 第一我们真对艰苦人、独老、低收入户 以及我们的产障人士 我们还是维持我们的369 那我们呢65岁以上有排富 就是说普遍性来说都是1000元 原本要发布8颗岸 我们透过排富后 存放2颗岸可以缺取出来 我们的4颗岸中心要5颗的经纹 这次真的对我们的中部比较难 但是因为呢 这个发情有宣布有什么福利 我们去做这种事情 因为开始是我们的关口没美 那让我们一段时间条件 我们在做开源截流的工作 很近来做这个相关的部分 我们才到后边才会把社会的福利补起来 所以这段时间来 要请我们的鄉亲、我们的中部的导臉 再一次 我们把我们的钱花在岛口上 我们单单今年就给学校这个部分 多了2亿多的一个经费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 有国家好的这个交易环境 王县长表示 县府原来编列7.42亿元 发放369重阳净老金 经过排富方案调整后 降为2.42亿元 省下将近5亿元的经费 会溢注在中低收入户 老人生活津贴补助 儿少生活及医疗补助 特殊禁育家庭辅助 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 购置疫苗 教育投资 防洪排水 及购置救灾用的云梯车上 县府积极开源截流 避免将债务留给下一代 真正落实社会正义 保障献民福利及安全居住环境 希望长辈们能体谅 公益频道 许维珍 江华采访报导 我跟縣長派